李赫凡新内艺术家 艺术像我们的人生 他绝对没有完美 只要我画完 我就听笔 我这看起来有瑕疵的时候 我绝对不会再听起笔 因为一张图他要有败笔 有败笔的时候这张图 才是完美 这就是我的起头 从小我就决定要当画家 但是画家跟艺术家是两回事 画家就是属于工艺品 但是艺术家是把他心中的灵魂 把他画出来 一般的画家或艺术家 他们都是在密闭室里面创作 我是跟天 跟地 跟日 跟月 一起合并的 所以基本上我们不会有没有灵感的时候 李赫凡做过百业 艺术家 艺术家只是其中一种身份 现在目前的职位是 黑手 的老板娘 所以我称为我自己是 黑手艺术家 每天忙忙碌碌在各大上市的钢铁厂里面 来来玩玩 他也是我创作里面的灵感 因为你的心中 够坚强 你的图 才会有意义 我所有的作品都是来自我的心中 有时候你看他会动荡不安 有时候他会平如水 有时候会又是轻轻的 不动声色 我的心中有什么东西 我就直白的把画规划出来 不修饰 也不做错 我从来不设定 也不画界限说 要如何去创作 因为每一个人的作品他觉得要独特 也是不可取代的 我每一张画 里面一定会载成的 他教育的意义 我不会随便 就是这样画出来 这张画是毫无意义的 绝对就是有他深深的意义在里面 我希望 我的作品 可以远传 全世界 我是台湾的艺术者 我也希望全世界 都可以看到这一位艺术家 我基本有一个原则 我基本有一个原则 说我无话的人 就一个条件 心正良善 怎么看得出来 他帮回去还是再帮回来 哈哈哈 我爱你 去哪里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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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谢谢大家